大家好 我們幾位 今天我們會交一個譴責 動議譴責郭榮鏗議員的議案給立法會 如果我們今天去提交之後 預計最快可以在5月20號的立法會大會附討論 我們的議案措辭是這樣的 就是鑑於郭榮鏗議員行為不檢 和違反《基本法》第104條所規定的誓言 有關詳情1月本議案復表所述 本會根據《基本法》第79條7項 對它作出譴責 就說這個譴責的議案 我們有一個復表裏面是講了 我們為何會提出這個譴責的內容 就是郭榮鏗議員行為不檢 和違反《基本法》第104條所規定的誓言 的詳情都是這樣的 首先就是拖延內務委員會主席的選舉 郭榮鏗議員作為2019至2020年度 內會主席選舉的主持 在主持會議的時候 在不正當執行議事規則包括第41條1裡面 和內務守則有關選舉內會主席的規定 容許委員就一些與內會主席選舉無關的事宜發言 或者直著提出多項規程問題發表意見 浪費大量會議時間 此等行為導致內會耗時超過半年 16次特別會議仍然停留在主席選舉的階段 未能正常運作履行其職能 包括無法成立法案委員會 亦無法委任小組委員會研究附屬法例 並監察該社委員會的工作態進度 郭榮鏗議員為了拖延內會主席選舉 容許多名委員就與內會主席選舉無關的事宜提出多項議案 並就應否處理該項議案進行 沒有必要且擁場的討論及表決 上述行為實屬濫權及越權 另外它都是阻撓立法會履行其憲制責任 根據《基本法》第73條第1項定名 立法會根據《基本法》規定 並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及廢除法律 由2019年10月至2020年4月期間 由於內會在郭榮鏗議員主持內會主席選舉下 一直未能選出主席 內會未能處理政府提交的14項條例草案 及90多個附屬法例 以及資深司法人員的任命 郭榮鏗議員曾經公開表示 他拖延內會主席選舉 只在阻止國歌條例草案等法案通過 郭榮鏗議員簽訂行為明顯是阻撓立法會 履行《基本法》賦予的職權 間接長期癱瘓議會的運作 關於他行為不檢及違反誓言 郭榮鏗議員身為立法會議員 拖延內會主席選舉 阻撓立法會履行《基本法》賦予的職權 有副市民對立法會議員應有的行為準則的期望 亦都不符合立法會議員的憲制角色 明顯是構成行為不檢 以及他違反他在2016年10月12日 立法會會議上《基本法》第104條 及《宣誓及聲明條例》第12章所作的宣誓 即是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準中職守 遵守法律連結奉公 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 所以基於剛才我們的內容 我們就會向大會提交這個譴責的動議 正如剛才我所講 根據現在議事的程序 應該最快可以在5月20日討論的 我們都希望這個譴責的動議 可以告訴社會 每一個立法會議員 其實都是要遵行我們自己的責任 要確保立法會是有效的運作 拖延立法會的會議 影響了立法會的運作 絕對不是為我們市民大眾著想的 我看其他同事有沒有補充 昨天郭榮鏗也有出來發表他 對外界資深大律師意見的看法 但是他其實完全沒有否認過他做了的事 正如我們檢責他的意外說 他沒有否認過他聲稱拉布 是為阻止國歌法、國安法、獄警法等上會 他也沒有發展口譯 他的確是拉了6個月的 所以這些都是鐵一般的事實 他這樣的行為令我們非常失望 是不單止行為不點 並且違背了他的誓言 和違背了他作為一個議員 是要擁護《基本法》的責任 我想我們四個是決定提交這個動議 亦都是回應社會大眾的要求 特別因為郭榮鏗是法律界代表 確實在過往幾個月 他的表現 特別主持內會選舉主席的表現 實實在在變成一個攬炒派 很多法律界朋友都很希望我們要有實質行動 其實他自己本身應該知道 議事規則是有要求任何你主持會議的人、議員 他是有責任停止一些所涉無聊 重複、無異議、不相關的發言 那種任由人家發言、無時間限制 是由他們的陣營、包括他本人都說得很清楚 其實就是為了要癱瘓內會 以至到所有的法案都做不到 那為何法律界有這麽大的迴響 除了市民大眾之外 除了剛才文美娟議員提到的 有這麽多的重要法案 是無法審議 包括《市產假》等等 《國歌條例》 是當時大家其實我很記得 當《國歌法》放在附件三之後 在香港社會是曾經討論過 究竟用本地立法還是要直接公布 大家都覺得本地立法這個選項 這個選擇是大家覺得對香港是好的 做完這麽多事 我們要履行基本法附件三的責任 這個不是其他普通的本地條例 而是附件三話明 他都是一樣要這樣攬炒議會的運作 第二我們大法官的交接 我們多次勸說他 他是完全聽而不見 完全是漠視 因為講了很多次 其實大法官的交接是很少有的 回歸之後這次即將會進行的都是第三屆 但他自己作為法律界的代表 主持這個內會 明知內會這樣癱瘓 就不可以有我們平時成立委員會的機會 去處理大法官交接的問題 他都是一意孤行 這一個是市民大眾其實是非常反感 無論他們有什麽的政治訴求 市民是很清楚 我亦都是不少法律界的 資深的法律界的朋友 大家都想透過在這個場合我表達 不是用這種的方式 第一這種方式是愚蠢、幼稚、惡毒 因為他犧牲的是香港市民大眾的利益 犧牲的是司法機構大法官 那種順利的交接是絕對不能接受 而我們自己作為立法會的一員 我們能夠透過基本法容許我們的渠道 去表達對他的不滿、譴責 就是我們盡了我們所能、我們的能力 透過基本法賦予我們的權力 和我們自己都是作為立法會議員 向市民大眾去交代這件事 好 各位傳媒的朋友 正如昨天外聘的律師的法律意見 已經明確指出郭榮鏗過去半年的濫權 他的濫權只是凸顯了郭榮鏗的愚昧低水平 他這個濫權、濫炒議會的惡行 他需要承擔法律責任 所以今天我們是在這裏 入這個譴責的議案 我亦都再三在這裏提醒 我們的議案裏也措辭特別有提到 郭榮鏗其實是違反誓言 因為大家知道過去他在這半年 他自己也直應不諱 他透過濫權拖延內會令到內會停擺 是要阻止郭榮鏗草案的處理和通過 亦都要阻止立法會履行基本法賦予底下的職能 這個是絕對違反他的宣誓、違反他的誓言 基本法104條亦都講得很清楚 議員要遵守誓言 如果違反誓言是要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所以在這裏我們今次議案的措辭 也有提及他違反誓言的惡行 所以我們認為他應該要承擔責任 我是補充這樣,謝謝 大家有沒有意見? 是否重要? 這個情況一直停止了很久 你們都一直都覺得他在這裏拉著 為甚麼呢? 現在有些資深大律師也有這個 資深大律師的規定 資格招接再出這個行動 是否因為這裏表面打出的聲音 都覺得不得不行動 另外一般他們都另外會再找一些資深大律師的訊息 如果大家都熟悉議會的運作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這個議案是剛剛好的 是正確的 因為主席都公佈了 處理財政預算案的時間表 所以我們可以在處理完財政預算案之後的第一次會 即是5月20號 就可以在會上討論的 而且肯定不像你所說 我們要做一個這樣的議案 其實是需要時間的 去草議和去寫出來的 所以其實我們已經有一個很長時間的準備 也都看著我們立法會的會議程序的進行 在處理完財政預算案之後 因為我們不想財政預算案被人拖垮 也都不想影響財政預算案的工作 所以看財政預算案之後的第一個會 就應該可以在今天入 就可以提交到在財政預算案之後的第一個會 就可以處理到這個譴責的議案 第二問題 首先大家要知道社會已經對內會的情況癱瘓 非常之厭煩 這件事已經是嚴重傷害公共利益 我們留意到 反對派他們會繼續邀請不同法律意見 他們是可以這樣做 其實我們70個立法會議員 每人都可以邀請一個法律意見 那個問題最後大家想這個議會是怎樣 最後你拿到幾十個法律意見回來 剛才我已經說了 真是有很多資深的法律界朋友 是向我表示希望我都要講到他們的心聲 他們是不滿郭榮鏗作為法律界的代表 就是這樣在議會裏面做這些攬炒的愚昧行為 所以你說要找到幾百個法律意見 是支持我們現在說外聘的兩位資深大律師的意見 都是很容易的 你就算是用數量 這件事我只是說繼續用愚昧的方式 去正視現在我們立法會應該要扮演的角色 所以我也呼籲他們是應該收手了 他應該是回來基本法73條 呼籲我們的法定的權力 和自己去看回基本法1804條 事實上我們已經只是選了幾項出來說 我相信有機會辯論的時候 大家還有很多項要說 很多行徑絕對在市民眼裏是違反了誓言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議會的辯論 也都將市民對郭榮鏗主持內會的不滿 大家也可以作出充分的反應和討論 如果郭議員是不接受外聘資深大律師的意見 他自己可以拿個意見去司法局提供李慧琴的 是嗎 可以這樣做的 有合法的渠道 那就等法庭裁判 不過我看完兩份法律意見 我覺得這兩位資深大律師的意見 是非常堅實和可靠的 OK OK nightmar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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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